长其让自从再认识了敏慧之后 其实在心里就对她有了一定的想法 对她也是各种的算计 可即便如此也没能改变她的本性 在已经有了妻子的情况下 还是和助理林希月走到了一起 两人一直保持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工作的缘故 让他们和敏慧之间也有了一定的较量 只是他们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 这也让成其让被敏慧的工作能力所吸引 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 林希月酒会上的一闹 让敏慧孩子的生父也被抱了出来 辛其当众承认了自己就是那个人 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匪夷所思 可奈何辛其的身份在那里放着 让他们也不敢多说什么 而成其让也变得收敛了起来 只是在内心深处还是对敏慧有着一些想要占有的想法 甚至在和林希月亲密的时候 嘴里叫着的都是敏慧的名字 让林希月也是彻底的不能忍了 在这之后借着一次罪意 成其让直接在大马路上对着敏慧就是动手斗脚 辛其在知道后直接就将手中所有关于成其让的坏事曝光 让她面临着失灵刑法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在这个时候意外揭穿了成其让的隐藏身世 竟是辛其的情歌 只是当初在福利院包养错了 这让辛其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辛其因苏田的死对敏慧产生了挺不怀疑 误会解除后她十分愧疚 跟敏慧被她的不幸伤害与她撇清关系 辛其死缠烂打贿赂而自作自己的小间谍 再次偷偷搬进敏慧家里 可她对辛其事而不见得十分冷淡 辛其只好询问下属如何追求女生 没想到她竟然今夜丰富 辛其买下了许多恋爱攻略书籍开始学习 可好友曹慧对她的态度十分不满 于是自告奋勇跟敏慧介绍新男朋友 她十分热情实在难以拒绝敏慧 只好带着敏拳拳让对方至难而退 没想到儿子竟然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辛其 她乔装打扮来到敏慧相亲的地方 看着对方殷勤热情的招呼 她和儿子辛其十分吃醋 在结束后找到敏慧 想要阻止她和对方再次接触 假装自己犯了心脏病 想要骗一个亲亲 敏慧发现她的阴谋故意捉弄 没想到辛其竟然真的犯病了 敏慧慌忙将昏迷的她送进医院 医生表示她的身体情况不容乐观 需要一致心脏才能彻底康复 敏慧十分惊讶 不知道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看着病床上的辛其 她十分心疼 于而自敏全全一起陪在病床前 幸运的是 匹配的心脏很快就找到了 辛其的手术非常成功 只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出院后就能和常任无异了 辛其醒来后 看着敏慧忙前忙后照顾自己 心中十分高兴 故意耍小心机装作身体不舒服 趁敏慧靠近偷亲对方 她被辛其这优质的行为搞得哭笑不得 但经过这次后 她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心 敏慧还是放不下与辛其的感情 两人终于和好入出 辛其康复后 立刻买下超大钻解箱敏慧求婚 她再也不愿意将宝贵的时间浪费了 敏慧十分感动答应了求婚 婚礼当天敏全圈穿着小西装 成为了给爸爸妈妈送戒指的花筒 一家三口幸福拥抱在一起 周如记早就发现两人之间没有自己的余地 于是也是然放手 姚九珠成圣追击终于打动了周如记 曹牧与陈家俊也解除误会终成眷属 三队一起在海边共度蜜月场面 太甜了